請問你喔 七十二月這一題隨堂練習我交完了嗎? 應該沒有吧?我們應該交到一半對不對? 因為你上次有算錯 我上次算錯,哪一題算錯? 哪一題算錯? 第三題喔,那就再講一次囉 這個第三題,上次是算錯的是不是?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三題小題 過B,或者怎麼樣? 或者過珠 首先這個題目,請同學抬頭看黑板 從A到B走什麼?捷徑 遊戲的規則一定要搞清楚 有時候遊戲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要把它的遊戲規則走清楚 如果A到B要走捷徑,請問你 你只能往哪裡走? 你只能往右走,或者往哪裡走? 往上走 而且請問你,不管你怎麼走 你往右走一定要走幾段? 如果你從A要走到B 你就把它當成是路口對不對? 請問你,你總共要走右段 這個往右要走幾次? 六次 六次嘛 阿你往上一定要走幾次? 四次 一定要走四次嘛 對不對? 往右的箭頭要有六個 往上的箭頭要有四個 阿什麼時候往右,什麼時候往上 其實沒有關係 反正你最後一定要總共走十段路 對不對? 阿有六段是往右 四段往上 然後這個題目阿 第三條題是個很好的問題 我跟你說阿 通過C或者通過豬 你知道這種題目難是難在哪裡嗎? 難在這個字或 同意你知道或是什麼意思嗎? 有一個對,不對不是和 和是且是and 或是or 或就是兩個只要有一個對就算對 通過C的可以 通過豬的也可以 兩個都通過的也可以 那這樣感覺就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這種比較麻煩的問題 我們都會建議同學怎麼做呢? 我跟你講 用取捨原理 取捨原理我們來畫圖 來,你跟著我把這個圖畫出來 這裡是指全部的情況 全部的情況我上次應該有講過 有幾種? 幾種? 210種 在210種裡面 有一些情況 來,這些情況喔 我們把它收集起來 這個叫做通過C的情況 對吧? 我們等一下要把通過C的情況 有哪一些? 有幾個把它找出來 然後呢 有一些情況 來,這個是通過什麼? 通過豬的 是不是也把它抓出來? 請問你喔 我現在說通過C或者通過豬 在C的裡面 或者在豬的裡面是 你告訴我是誰? 就是把C跟豬這兩個集合 取什麼集? 這叫連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C裡面的我要 豬裡面的我也要 我全都要 但是這個地方你知道 這個黃色的拼圖 其實它是幾塊拼圖? 聽起來嗎? 2塊 應該是3塊 左邊、中間、右邊 這3塊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我怎麼去算這3塊 來,我算給你看喔 首先呢 你先把通過C的情況 先把它找出來 對不對? 或C的情況有這麼多 然後呢 再把通過豬的情況 有幾種 我們等一下把它算出來 可是請問你這樣算可不可以? 不行 把通過C的有幾種算出來 通過豬的幾種算出來 中間這一塊會多算 對 中間這一塊會多算幾次? 一次 多算一次 因為它照理來講 只能算一次嘛 但是你 這裡加的時候算一次 這裡加的時候又算一次 所以它總共被算了幾次? 兩次 那算了兩次 那就是多一次囉 那多一次怎麼辦? 減掉就好了嘛 對不對 加太多就減回來 所以就減掉什麼? 減掉通過C 而且 這個地方是減 而且通過豬的情況 我這樣顯 你有沒有意見? 沒有喔 沒有意見嘛 好,那我現在要開始一個一個 慢慢算給你看喔 好 請問你 通過C 你要怎麼走才會通過C 你從哪裡出發?你告訴我 從A出發 你要通過C代表你要先從A走到哪裡? 先從A走到C 然後再從C再走到哪裡? 再從C走到B 所以請問你分成幾個步驟 分成兩個步驟 你要先從A到C 然後再從C到B 那請問你喔 從A到C有幾種情況 往右三段往上一段 所以應該是幾階? 四階 往右三段長得一樣 所以除以幾階? 三階 一階 那個一階 有時候我們偷懶就不寫了 所以有幾種情況 四種 哪四種? 手比給你看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對不對? 慢慢數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 再從C到B 來請問你 從C到B的話 往右要幾段? 往上要幾段? 兩段 三段 所以應該是幾階? 六階除以多少? 三階 三階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方法數算出來 這裡應該是四 乘上 六階我們要你背 算了 這不要背 我們就直接算就好了 來啦 我跟你講 六階就是一乘二 乘三 三 乘四 乘五 再乘六 對不對? 我幫忙幫他省喔 來三階就是誰? 一二三 那三階就是誰? 一二三 來 不要趁機聊天喔 我們都慢慢的算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二三 你有沒有看到一二三 是不是約掉 然後二三多少? 六 六 是不是約掉? 所以請問你 這裡應該幾種? 四五多少? 二十 二十乘以四 所以總共幾個幾種情況? 八十種 慢慢算就好啦 不用擔心嘛 慢慢他做就好啊 來第二個情況 通過豬的 請問你 過豬 要怎麼算? 要先從A到哪裡? 要先從A走到豬 然後再從豬走到哪裡? 走到B 好 那我們現在來算囉 請問你從A走到豬 往右要走幾段? 一二三四 往上走幾段? 兩段 所以總共有幾段? 六段 六階 先看成不一樣 往右這四段長得一樣 所以要除幾階? 四階 往上這兩段長一樣 所以二階 知不知道 這種題目其實很單調 他的處理手法是完全是非常的 很簡單的啦 來 豬到B 豬到B 往右兩段 往上兩段 所以來快點 四階 然後幾階幾階? 二階二階 二階二階 好 算給我看啦 六階除以四階 五六三十 三十除以二 所以是多少? 十五 然後四階是多少? 二十四 二十四除以四 所以是多少? 六 十五乘以六 所以這裡的情況有幾種? 九十種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會不會太難? 欸,知道我在講什麼? 看我通了看我 知道我在講什麼? 知道嗎? 知道嗎? 來,我們做最後一個情況 過C而且過豬 這個要減喔 欸,這個我寫這邊喔 你是不是應該先從A走到哪裡? C 再從C走到哪裡? 豬 最後再從豬走到哪裡? B 是不是這樣? 欸,從A走到C 告訴我這裡有幾種? 其實這用數的 我跟你講 我這個綠色的這個喔 我都不要用階層 我每個都數給你看 來,你看到這邊喔 從A走到這裡幾種? 你不會用加法原理喔 幾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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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幾種? 這裡 一種對不對 一加一多少? 二 二加一多少? 三 三加一多少? 四 四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裡有幾種? 四種阿 B到C是不是四種? 對不對 就四種阿 數一下就好啦 有什麼困難的呢? 對不對 然後我再問你喔 好,那接下來從C走到豬 來,我問你有幾種? C走到豬 對,你前面的已經不要看了 你的人已經在C了 C走到豬有幾種? 兩種 一種 兩種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幾種? 這裡就兩種 然後如果從B 從豬走到B 你覺得喔,這樣不會畫對不對 你用數的 來 從豬走到B 這裡是一種 一種 你的已經在豬囉 然後這裡是一種 一種 來,一加一多少? 二 二加一 三 一加二 三 三加三 六 所以幾種? 六種 四二八 八六多套 四十八 對不對,我不曉得階層 我一個一個屬行嗎? 行啊 爽就好啊 來,所以這題最後答案是多少 來,我們看一下喔 我上次算錯了是不是? 八十再加多少? 再加九十 然後再減掉多少? 四十八 八十加九十是誰? 一百七 減四十八 來,告訴我答案是一百多少? 二十二 OK 漂亮喔 答案對嗎? 對啦 算對了 這樣問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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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再看下一題 下午第一節要撐住 下午第一節大家精神會比較差一點 來,第四題它說什麼東西? 它說不能經過C 不過C 而且怎麼樣 對,你可以用加的啊 我上次有教過嘛 對啊 而且也不過豬 來,同學請看我這邊 欸,對不起我這裡少寫一個字 不過什麼? 不過C 而且不過通話 我問你喔 不過C就是在C的外面 我講一個比喻 這個C就是一個禁區 你不能碰到C 對不對 所以是在這個C的外面 然後你也不能碰到豬 所以你要的東西也在豬的外面 在C的外面 而且在豬的外面 簡單來講 這個C跟豬就會變成一個結界 你是不能碰到它的 那全部的情況有210種 那你告訴我你要的情況在哪裡 你要的情況在哪裡 這個黃色斜線的是你的禁區啊 所以你要的情況在哪裡 在外面啊 在C的外面 而且在豬的外面嘛 是不是這個紫色的部分 這樣有聽懂嗎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可以喔 所以你告訴我 這一題你可以只用code 你可以用全部去code掉什麼 通過C 或 通過豬的情況 對不對 你用圖去想啊 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圖去想就可以了 對不對 畫圖就可以解釋一切 全部的情況有幾種 210 通過C 而且或通過豬的 我們剛才算出來 要不要幾種 122 來 210-122 所以答案是多少 88 跟我們上次用數的答案有沒有一樣 有啊 欸這樣可以嗎 慈禧哥可不可以 要不要在偷寫週記喔 你週記擺在課本上面幹三小 週記給我收起來 幹嘛 還是空白的 還空白的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來 放到七折二頁 到下面 我現在帶你做下面這些題目喔 我一題一做 其實這題目很快都結束喔 請看到麥克力提吧 哎呀這個題目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這個題目 這題目給他兩個讚 來跟著我一起畫圖 來兩個讚 他這題目說 有六個數字 來這六個數字是誰呢 兩個0 然後怎麼樣 兩個1 然後兩個2 六個數字全部都要用 然後排成一個什麼數 排成一個六位數 請問你這樣子的六位數有多少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先了解一件事情喔 同學 六位數喔 來 我們先把什麼東西準備好 我們先把椅子準備好 六位數嘛 來 六張椅子 1 排成一定是有考慮前後順序喔 所以這些椅子都有兵號 2號椅子 來 3號椅子 4號 不用怕麻煩 你就慢慢寫就對了 5號 好 6號 OK 排成六位數是一個多大的數字啊 個十百千萬十萬對不對 排成一個六位數嘛 但同學你應該知道 六位數 譬如說我寫給你看齁 你看我這邊 一 二 零 二 一 零 來請問你有沒有這種六位數 你看著他回答我 有沒有這種六位數 有啊 這個六位數要怎麼唸 十二萬 兩百 一十嘛 對不對 個十百千萬 十萬 對啊 有這種六位數 然後我再寫一個東西 你看它是不是六位數喔 這邊寫零 然後 二 零 然後 一 一 一 請問你我現在黑板上寫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六位數 不是 不是 這樣可以嗎 六位數 同學你應該知道 不管三位數啦 五位數啦 四位數啦 六位數 它都有一個很普遍的限制 就是 它第一個數字擺誰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擺 零 零這個情況是不允許被排在第一個數字的 這樣可以嗎 來把零框起來 你要注意喔 打叉 這是不可以的喔 這不是六位數喔 這是一般的常識 好 那你說老師那怎麼辦呢 這種題目要討論的就好了 來我問你喔 第一張椅子不能坐零 零不能排第一個 那第一個請問一定是排誰 一或 二啊 所以不是排一就是排二 來我們這邊就排一 就兩種情況 要不然就是排二 對不對 就這樣 然後我準備寫這一題答案喔 如果第一個數字排一 我有兩個一 我用掉一個一 那請問你 後面這五個數字是不是隨便排都可以 後面的五個數字是誰 零零一二二 零零一二二排成一列 應該是幾階 五階 兩個零長一樣除以幾階 二階 兩個二長一樣除以幾階 二階 結束了 就這樣 如果你懂排列組合其實很簡單 這樣聽懂嗎 我先用掉一個一 那後面就隨便排 對不對 那先當作相依物 然後再把相同的 重複相同的個數把它除掉 對不對 就兩個一樣就除二階嘛 這個我們上次有講過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同學這個五階 我應該有叫你們背過吧 五階是多少 一百二嘛 如果你常記的話五階是一百二 二階乘二階這裡是多少 四嘛 一百二除以四 所以是多少 三十 是不是三十種情況 三十 四 三 三